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 iPad和iPhone 升上iOS9的情況 大家都可能會很想知道 究竟是9.0好? 還是9.1的iOS好一點? 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我有一部iPod Touch第六代 和iPad Air升上iOS9 作為試驗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iPad Air第一代 iOS9.1 Public Beta版的情況 首先是iOS9.1的Beta 在iOS9.1的Beta 在iOS9.1裡 我暫時未出現過任何的 手機、彈器、Apps 以及Apps不兼容的情況 暫時是非常非常穩定的 同樣是非常順暢 避忘錄 避忘錄 我喜歡避忘錄的就是 有Emoji 還有其他的新增 9.1在裏面 例如之前沒有的 中指或其他 都有出現的 好 我非常之 很快和順暢 十分月 Youtube 都相當之 反應是比較快的 Youtube 亦支援 畫中畫的功能 大家好 相信 各位都有 我剛才所拍的 iOS4 iOS5 iOS9 我們現在 有 Youtube 可能有 有些問題 之前在AirPlay 旁邊 有一個 畫中畫 的功能 可以令到 我們把 Youtube 的 畫面 擺出 這裡 主畫面 但是現在 暫時沒有了 功能 我們看看 原裝的apps 有沒有 例如這個是 我們的 原裝的 影片apps 原裝影片apps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 在9.0 我不可能 記錯了 畫中畫的功能 可以 隨時 變成全畫面 暫停 甚至是 離開的 都可以的 暫時 在這個 畫中畫 其實 自家的影片apps 沒有出現 任何問題 暫時 但其實在一般 使用上 也沒有試過 有 手機的情況 或者是 9.0有 而9.1 沒有的 功能 Gee Benchmark 就是 9.1 iPad第一代 我們看一看 它 跑出來的成績是怎樣 其實 相對於 其他 舊的裝飾 這部 iPad Air 行A7 其實都已經 非常非常快 大約 30秒左右 它就已經完成了 26 24 比 第六代 iPod touch 行A8 是快 高分一點 剛才 第六代 iPod touch 大約2400 左右 所以 iPad第一代 升級了上去 也不會出現 一個 很大的問題 可能我的手機比別人還要慢一點 但都已經是 非常之快 如果你說9.0 好多 不太想升級 等不等9.1 我會建議你可以等一等9.1 iOS 9.1 就算它是Public Beta版 暫時都不會有 重大的 手機或者戴機的情況出現 因為它 的確是 比9.0的 Beta版 穩定很多 順暢一點 大家可以不妨去等一等 如果你是走 iOS 8 我強烈建議大家 可以試試上iOS GO 我們今天的分享 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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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